这个小孩子都已经广为传播了这个视频 是吧 大家都在知道了 就都这样子了已经 我们来看妒娘 我们依然看不到当地有回应 也足以证明 为什么那个地方这么没有安全感 都吵成这样子了 你这个是昨天的事 你当地怎么还不回应呢 是吧 你就说我们要找这个人 找这个面包车也可以呀 最起码是个震慑呀 那个坏人就知道 你们就不管不问呗 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吧 就是你们遗村的人 你们见到 我说的是遗村的人 是指那些个 那些个管事的 是吧 你们见到我们这些个东西 不要总给我们打电话 这样我们刷视频干什么 你们先去找人好不好 你们先干正事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